哈喽大家好,我是蕾怡 今天我就要出来了啦 怎么我一出来,就是因为要打疫苗 对,我拿到我疫苗了 然后为什么我也想要拍这视频 是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歧视的 我还没有打疫苗 所以没有打,可以看这里 然后看那个过程 可以拍的地方,我就会拍下来给你们知道 打疫苗期间到底需要做什么 才会到最后那个注射疫苗的过程 OK,我们现在出发 对,现在我刚刚出现的地方 就有一个椅子 然后就有一个视频 OK,所以这个叻 就是Station1 Station1一开始我们要先去 Scan mice etc,然后 Scan温度,之后它就会叫你看 你的mice etc,来update status 然后update完status 它就会叫你去check in 你的mice etc,打first dose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 Station2 Station2它会叫你先拿你的IC出来 然后登记 它就会给你两份子 然后问你是打Dose几的 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 Station3和2是差不多一样的 Station3它也是问你基本的问题 然后顺便拿你的IC出来登记 然后mice etc,你要再开多一次 然后给那个负责的人按 然后基本上它会问的问题是这些 Adaqa Kamu Hamil Adaqa Kamu Elegy Adaqa Kawan atau Family Under Other Close Contact 等等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之前有没有中过COVID 然后我们就会走过来 这个Station4的地方 Station4它就会叫你填好 刚才你拿的那两份的form 然后签名 然后它就会跟你解释 打了真过后的副作用 然后严重的话你可以去Clinic 这样子啦 然后签完了过后 所以你就会把一份给它 它就会把一份还回给你 你就会走到Station5的地方 Station5叻 就到了你打那个疫苗的地方 它一开始叻 会先拿那个罐子起来 叫你看这个是feature 然后它就抽出来0.3ml 它就会叫我看 这里有0.3ml啊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回答它有哦 然后它就会开始 插一个棉花冰冰的水这样子啊 然后它就会叫你看着它打 就预防你讲它打的是空针这样子啊 如果你不敢的话 可能你可以问它 可以不可以录然后看 可是其实外面是有鞋 你也不可以录了啦 你可以试试问 可是我是看着它打完了 所以就确保它有打进去了咯 然后你从Station5出来了过后 它就会叫你再坐住再等多一下 等了过后 它就会叫你 scan那个Vaccine的QR Code 然后给它的IC 它就会做登记在那个电脑那边 然后它就会帮你在那个MICSATRABAN按 然后你按完了过后 就可以去Station6了 Station6 基本上它就是要观察 有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可能是年龄的关系 我只需要就是Observation for 15分钟 所以我在等的过程中 已经超过了15分钟 所以第六站 我就不需要再等了啦 它就会直接叫我 然后把那个卡都写给我 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已经打完疫苗了 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样子咯 耶 然后哦 就建议哦 就是带两个口罩 像我这样子 里面有一个医用口罩 外面有一个布的口罩 因为就是有些人 他们去打针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口罩还是什么 然后他口罩滴下来就好像很危险 这样子啊 然后那天一里面就有很多人 可是就还好有工作人员会提醒他们带上去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多人的地方就是保险一点啦 带这样子的口罩两个 我打疫苗的Vlog就到这里了啦 希望你们看得懂 看不懂也可以来问我 OK喜欢的话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拜拜